金山高中国中部在上周的直抵比赛中是拿下优等的好成绩 指导老师也归功于学生们积极的表现 比赛完立刻就要求持续的练习 这也让校长老师都相当感动 金山高中国中部在上周参加新北市学生音乐比赛 获得团体国中组三区直抵合奏优等 以偏向地区学校来说资源缺乏 只有更努力积极练习才可以弥补资源的不足 因此获得这项好成绩 对于金山的师生们可是相当振奋的鼓励 而学生积极的表现从比赛完立刻要求要持续练习 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他中阴是比较属于我们的人的发声 所以你觉得对你比较高兴认识 对 很开心 因为努力了很久 然后可以有这样的成绩 觉得很好 感觉就是会觉得说一路上这样子 辛苦的带着学生一起练习 然后有了这样的成果就是还蛮开心的 我觉得就是我遇到这群孩子 基本上他们有的甚至都比我还积极 就是他们甚至会跟我主动要求说 老师那我们下课之后可不可以花一点时间来练习 指导老师表示带领这群学生相当荣幸 因为常常是孩子们主动积极的要求要加时间练习 而孩子们也相当享受与同侪同好们一起共度练习时光 更有不少的孩子是国小培养出的兴趣 身上国中还可以延续这项兴趣可以说是相当开心 非常高兴因为我们这种偏乡的小校 一个年纸才六个班就能够出这样一个管乐 资地团去比赛那这些孩子 有些孩子是对音乐乐理可能也不是很清楚的 那透过这样这几年的训练 那老师的比较细心的一个培养跟训练 终于能够在这几年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延续去年学长节他们的好成绩 今年又获得EO等 而且又代表新北市这个区域参加全国赛 那孩子都非常高兴 尤其我们后面的后勤资源的老师跟师长 觉得我们这群孩子不会因为说未处于偏乡 然后就不努力学习 他们反而更因为自己的不足 反而更努力的去学习他们想要的音乐 那透过这样的音乐的一个培养 其实孩子在各方面的表现越来越好 经济高中校长表示 偏乡学校成立音乐校队相当不容易 除了要有兴趣的学生 还要有足够的资金购买维护乐器 感动孩子们并没有被偏乡资源缺乏所打败 积极努力的练习培养出兴趣 也吹奏出低声悠扬的好成绩 记者大平函金生 彩方报道